都市更新往往让人联想到拆除重建 但随着拆除旧建筑物 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也跟着消失 都更处举办参与式艺术成果展 以家的形状到来与相遇的故事为主题 邀请八组艺术家从不同面向 引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过程中 探索家的形状 我们当初其实这个案子在谈公共艺术的时候 其实有谈非常多的想象 那当然最后的成果当然是找 拜托了这个陈教授他们 陈渊泉教他们来 那我们希望他不是只有一个公共艺术 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些民众的参与的过程 那这一次提出来的这些操作的方式 其实我们以前也没有操作过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那就今天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成果是非常的一个丰锁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跟体验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内容 大概会对后续 不管是地区民众或者是不管是各位 所以当然我觉得后面都会有一些良好的一个记录或者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的过程 透过展览的方式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展现 那我相信后面后面的这些成果的参与的人应该都会会非常的一个丰富 在这个社宅里面的很多的故事 甚至是都根住宅里面或是旧的房子里面的故事这样 其实你把这边窗户打开 外面就是那个房子的原貌 房子的那个形式这样 所以呢非常特别 我常问他们说 你有看到他们的笔触啊 其实他们里面藏很多东西啊 有一些那个小笔触是我们在工作坊的期间是小朋友画的 他把它放进来这样 然后里面有画了非常多 你看这个房子里面各式各样东西都有 我今天问他说 为什么不是干干净净的人啊 或者是漂漂亮的人这样 他想要呈现的是说 我就是台湾特别有的现象 是我们被很多的物件啊 要放很多东西所包围 所环绕这样 所以呈现出一种非常沉重的状态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著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啊 展览中视觉类参与式作品 在斯文里 艺术家与参与斯文整宅都庚的居民互动 将采集而来的故事 转化成文字与绘画 为消失的生活场景 留下难能可贵的记录 办这个非常非常有它的意义存在 可以让回来住的民众 看到什么叫参与式艺术 也许他就会对这边有一个情感 然后会慢慢慢慢跟我们都跟处啊 慢慢慢慢合作 或跟我们市政务慢慢合作 把地方上弄成新旧共融 大家一直朝一个不断是新 而且甚至是艺术的方向来参与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对这个陌生 不过我觉得参与是艺术啊 跟我们民政团队一直在推动的参与式预算 有个共通点 我们参与式预算有定调一个slogan 叫做重新参与你的生活 其实参与式艺术也是这样子哦 从我们的周遭 然后跟大家目通一起一起来参与 一直在讨论 一直在改变我们周遭的一些艺术 可能会让大家更符合在地 有这种成果我觉得很压抑 为什么在这个社区 这么古老的社区 有这种抽象的艺术 每个都很抽象啦 而且它的荧幕也是放在旁边斜斜的 不是正中间 那叫做一种抽象 真的就是一个大目标嘛 你怎么走到终点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叫艺术 展览开幕活动举办地蓝丝小剧场 是兰州斯文里公办都根的驻地工作站 在推动斯文三起整宅公办都根上 扮演政府与居民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作为展览举办之地更别具意义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就还是一辆放在这里 看看ect-加上贫范下�� 好 谢谢'd very long